同时因为经济成长好 我们民众可以不必服务一千块 就领五倍券五千块 约会上苏仁昌再度强调五倍券不用花钱 先来看来就等疫情更稳定 正新阶段快快启动 也请各部会都可以从这方面来规划运作 包含去年很成功的义放券 动制券 农油券 客家券 圆明等 专属苏回才是要各部会以过去经验 加紧动起来规划文化部去年发一放券 15.3亿元约275万人社会 那今年呢 第一个面额呢一样是六百块钱 那么发行的分数会比不比去年少 会比去年多 那电子呢跟纸本呢都会同步来发行 想要争取多少 我刚刚讲过的不会比去年少 看来大家能期待一下至于其他的券别 体育署去年五百元的动资券 采先登记后抽签约三百七十六万人领到 交易金额约四十七点二亿元 新版动资券目前演绎以先消费后换券方式 使用赛运动场馆和设施 帮助真正需要纾困的对象 同样年横火热的两百五十元农油券 去年采登记制度共发出五百万张 使用近九成带动整体产值至少四十五亿元 七成人买农特产品三成用在农业旅游 据了解今年的不会低于去年面额的两百五十元 至于交通部观光局旅速等加码方案 也以着手规划引以创新做法 但与过往安心旅游不同 受经费限制 业者恐怕不会通通有奖 中央拼振兴加码来发券 也期盼能复制加成效果 TVBS新闻李国珍刘婷提议特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